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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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在谈的部分其实就是它短短14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我们在教史的角度里面 我们只会谈这14年 因为教史讲的就是我们天地教的历史 对不对 那历史指的就是跟我们天地教息息相关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所谓的首任首席使者的部分 我们基本上是落在所谓的师尊的三大天命当中的第三天命 已经是复兴先天天地教之后的 因为师尊他有所谓的三大天命 这三大天命其实有几大 第一天命也好 第二天命也好 其实都在等待酝酿的阶段 那么到了第三天命的时期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民国69年12月27 一直到83年12月26师尊正道 我们把它归入所谓的行天命的状态 那么这14年才是我们现在要来跟各位谈的 师尊真正的在旧节半般红教的过程当中 他所实际带着我们全教同分所经历的一些重要的事迹 那大家这里可能会看到 我们这里看天地教从来人间 其实是民国69年12月21号 那为什么我们在讲这师尊14年的时间 我们却会从12月27开始谈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好奇 我们来看哦 师尊真正领受这份天命的时候 是在民国就是12月27号这边有 那为什么 因为师尊当时以他慈悲宽容的角度 他不断的哀求上帝一定要让先天天地教从来人间 所以12月21号在我们天地教来讲 他叫我们的复兴节 表示12月21号上帝已经同意宣天天地教从来人间 可是师尊首任首席使者拜命为什么在12月27 因为这个时候师尊常常以前常常跟我们讲一个笑话 他说啊 我苦苦哀求上帝让天地教从来人间 所以上帝怎么样 考验我 我一直就像我们孩子一直在求爸爸妈妈对不对 你给我钱啊 你让我去看一家公司啦 结果呢 爸爸妈妈会想 你就想当老板对不对 所以当时呢 上帝就有一个考验 他觉得说 你李老先生 你这么不断的哀求我天地教 先天天地教要从来人间是不是因为您想当教主 可是各位 你们进来我们接触我们天地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我们的教主是师尊吗 不是 对不对 我们的教主是玄穷高上帝 我们至高无上的上帝 而我们师尊当时痛哭流涕 跟上帝回应说 不不不 我们人间所遭遇到的目前的劫难 绝对不是我们人间的人可以有本事自己解决的 所以一定要让上帝自己来担任我们天地教的教主 所以各位 如果有人问天地教的教主是谁 千万不要说是师尊 因为他常常说 他是驻人间的首任首席许者 他是一个领头的传令兵 那我们都是什么 我们都是跟着他的小小传令兵 所以就像我刚刚举例 如果说今天我们打算去开一家公司 就算今天公司要成立了 那你会不会去想 这个公司要卖什么 要怎么经营 他要有哪些组织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呢 师尊当确定了我们天地教可以重来人间之后呢 其实师尊做了几件事 就是朝你我们天地教的教纲 这是我们整个天地教想要流传千百年 我们的所谓的做事的纲领 就好像任何一家公司 他一定要有组织章程 一定要有架构 他才能来运作 所以各位不管你们今天是在我们全省 甚至于在我们国际教区 你们都会发现我们整个天地教是有组织有架构的 这都是源自于师尊在一开始 准备要真正去弘扬天地教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想到了 一定要先有一个教纲来作为我们运作的一个主轴 还有一个就是他先以天地教总会的名义 向中央政府申请立案 各位像刚刚因为坦白讲 我一开始就有说了师尊14年的生命历程 虽然在93年 他93岁这样的一个生命过程当中 14年真的是很短 可是我们要说也说不尽 那我们只能让大家先有一个概念 就像我讲 为什么要有教纲 它是一个提纲窃领 让我们整个天地教的运作 它是在有组织有规范的情况下去进行的 好那么为什么师尊在一开始 他也就会去想要 让公开申请 然后让我们天地教师可以公开来传播 各位 师尊每做一件事 其实都有他的原因 师尊的个性是坦坦荡荡的 因为他觉得我们想要弘扬天地教 绝对不能偷偷摸摸 其实在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以前是很铁齿的 而且我学生直代我就是一贯道的道亲 所以呢 当我先生带着我接触天地教的时候 我根本是连听都不想听 可是就是在有一次 师尊在静坐班上课的时候 他在课堂上 我刚好从后面的玻璃门外面 偷偷走过去 我刚好听到师尊讲一句话 他说 一贯道是正派的宗教 各位 那时候的我听到这句话 非常的震撼 因为我们以前学生时代 我们在一贯道是会被怎样 会被教官追着跑的 因为他们都觉得一贯道是什么 阿能搞 是邪门歪道 可是我竟然在天地教的大礼堂里面 我听到天地教的这么高的一个人员 我们的首任首席师者 他竟然公开的告诉大家 其实一贯道是正派的宗教 当时我才觉得 这的确是一个胸襟非常宽大的宗教 一位真正我们叫宗教家 所以我那时候回去之后呢 我才开始偷 偷我先生的书 到公司去偷看 就像你们现在不是都有书包吗 我那时候就开始 偷偷看一天拿一本 拿去公司偷看 看一看之后我自己跟他讲 我跟你去天地教好了 所以我先生都觉得非常的压抑 所以为什么师尊他在一开始 他就会希望用所谓的公开透明的方式 来弘扬天地教 因为他觉得宣扬上帝的教话 绝对不应该是偷偷摸摸的 所以他一定要让我们天地教 真正成为一个正大光明的宗教 尤其在我们所谓的设立财团法人 我们都知道师尊他 其实他一直以来他知道 我们的财务一定要公开 一定要透明 所以哪怕有任何一位同分 他奉献一毛钱 我们都要开奉献收据 我们绝对不会是常私的 所以我们不管走到北中南东 各个教院甚至于到国外 我女儿因为有一段时间 他在美国的教区 他奉献的是美金 一样收据就是开美金 所以我们每一笔钱 绝对是公开透明的 随时大家都可以 想要查账你们都可以 而且我们只有一笔账 我们直接账就是对国税局 我们没有所谓的内账外账 这一点天地教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 所以呢 以士尊当时已经80岁的高龄 他在有行人间 他立教纲 他公开奔走 让天地教能够在整个 我们台湾当时是先台湾 能够公开的去传播 其实师尊真的是很奔走的 因为在当时 其实一开始 我们会有所谓的 政府那边有所谓的宗教法 其实他会觉得 你们就等什么开放的时候 你们再来冲一下冲一下冲一下 可是问题是师尊他很急 因为在当时的情势 美苏的那种核武的武器 很多的危机不断不断的在发生 所以师尊用尽他的生命力 在有行的人间里面到处奔走 所以无形觉得师尊太辛苦了 所以就开始要求师尊一定要闭关修行 所以师尊在71年 他开始了第一次的百日闭关 而且无形要求师尊要修炼 所谓的雷气增生 这个当时就是师尊在埔里 他修辞的时候 然后后来跟同分拍的照片 这些照片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同分 都是建在的 他们都见证了当时师尊 在整个修炼闭关的过程 然后后来又有所谓的第二次 再度修炼雷气增生 所以现在各位当你们归师 我们办理归师的时候 可能都开导师都会告诉各位 我们是归三位本师 对不对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的本师师尊 我们的吉出大帝 我们的师尊 那一位就是我们的首席都统 雷历前锋 首席政法文略导师 他们都是具备了所谓的雷气增生 那雷气增生怎么修来的 各位有看过武侠小说吗 我是很喜欢看武打片 看那种仙女片 我们常常在武侠小说里面 我们会听到或者修道的 有一些有关修道的影片里面 我们是不是会听到 千锤百炼 火烧火燎 师尊那时候他们在形容 他那时候在修炼雷气增生的时候 就好像把你的胃挖出来 擦一擦洗一洗 再放回去 把你的肝用火烤一烤 放回去 因为那时候曾经有之前曾经在师尊的身边 真正陪着师尊一起经历过这个修炼的过程的人 当时真的看到了师尊他痛苦 就是在历练的过程里面 等于他的整个肉身 整个灵体在备受考验 所以当时呢 这是我们已经是建了清旭妙境了 第二次百日闭关之后 师尊在清旭妙境外跟同分拍的照片 那师尊锻炼这个雷气增生 为的是什么 其实一样 就是为了要 纠结 就是为了要纠结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们在整个天地教有很多的文献 都有比较深入的一些讲述 像我们所谓的天命之路 我们的很多后续的书籍里面 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再去看 可以知道的更多 那我们今天还要再来谈的是 因为我们要用这么短的时间 来让大家知道师尊到底做了 做过哪几件的大事 那么其中有一件就是什么 民国72年的时候 师尊去了一趟日本 其实师尊一直有一个 很悲天悯人的想法 因为日本是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曾经被丢过什么 原子弹对不对 其实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惨烈 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样子的一颗原子弹丢下去 死伤这么惨烈的情况下 那些怨灵都在哪里 都还是凝聚在日本的战空 所以我们之前曾经有 每次遇到所谓的甲午年 我们大家就会战战兢兢 因为那个那一股怨气 并没有被适当的清除或转移 所以当师尊他到72年的时候 他忽然有一种想法 他觉得说要去救日本 可是呢 去了怎么救 因为他虽然到了日本去 而且他选择了在7月份这么热的时间去 他的想法只是觉得他要有日本快要有大灾难了 因为在当时他还没有知道说 日本原来有一位很有名的气象专家 他有一个预测 当时的富士山即将爆发 因为富士山其实是一个火山 当时这一位气象家呢 其实他是 他的报道一直都是非常准确的 所以师尊到了日本之后 他也去见了他 然后发现说 这个富士山即将爆发这件事 他即将让日本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呢 师尊就借由这件事 他来跟吴行谈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让富士山的这一个爆发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能够得到舒缓 所以这时候呢 刚好我们就配合了 刚好有这样的一个 会有地震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让触动师尊呢 他就觉得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日本 来举办一场 所谓的祈祷大会 那这个是我们后来在日本 我们有一个愈合店 师尊当时跟同分在那边拍的照片 我今天尽量会让大家多看一些照片 让大家先有一点概念 那你们想知道更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再去回头去看我们很多的教室 我们其他的书籍 那你看大家 这张照片其实在我们同分之间 一直都深深深的收藏着 师尊他这么急切的 他就是大声几乎一定要救救日本免于核战的危机 因为大家都知道 原子弹虽然杀伤力很强 可是核弹的杀伤力更强大 而且当时呢不管是美苏日他们其实都一直针对所谓的核弹的这个研发 创造啊其实不遗余力 他们根本不管不顾 不觉得说我们人类将来可能会面临多大的危机 所以这个部分呢 师尊是非常非常担忧的 所以当时师尊就带领了很多我们台湾的同分 就到日本去了 那当时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包括日本 他们很多的宗教界的人士 他们也来参与 因为他们都知道 一旦富士山火山爆发 那绝对不是一个小区域的危机 一定是很大的问题发生 所以呢当时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师尊这么悲戚的 在苦苦的哀求上帝 一定要来化解 这样的一个危机 那你看这些很多都是来自于 很多都是来自于台湾的同分 他们也来参与 那么我们常常要去思考的是说 师尊做这件事 到底为什么 他好好的待在台湾 宏教不好吗 为什么还要跑到日本去 日本关我们什么事 可是各位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宇宙众生 我们的生命是共同的 如果有一个地方真的发生劫难 其实我们谁都逃不掉 尤其像这一次的疫情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疫情 大大小小声声浅浅不一定 可是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管在哪个地方 我们都逃不过 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要面临的危机 我们大家同样受到伤害 回国的回不来 出国的出不去 该有生意的订单没了 其实这一次的疫情 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什么 苟安一语 我们不能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说 我们好就好啊 其他跟我们没关系 所以师尊他才会远赴 从洋到日本去 做了这样的一个 纠结的动作 那因为第一个 就像我们讲的 美苏一旦爆发核战 日本绝对首当其冲 因为这个在有形无形 其实他是有 可以去感受到的 因为有很多无形的怨灵 他一定不会这么散罢甘休 那何况有形 他又有地理位置 的一个便利性 一个等于是我们太平洋的 一个缓冲的位置 所以一旦美苏发生战乱的时候 日本一定首当其冲 那以我们跟日本靠得这么近 我们会不会被影响 肯定会 所以呢 师尊到日本就觉得 第二个动机就是传播大爱 因为其实日本他们 他们有很多的百姓 他们有一种感觉 他们有一个思维 他们觉得 纠结 是国家的事 跟我们小老百姓 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觉得说 反正有劫难 国家不是应该就要去处理吗 为什么是我们小老百姓 我们要来负这个责任呢 可是问题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必须对自己的国家 我们都要爱自己的国家 就好像我们现在 再以天地窖来讲 很多人会觉得 我们天地窖是不是有什么颜色 有啦 黄色 大家现在穿的都是黄色 对不对 其实我们天地窖 只有一个思维 您人在哪一个国家 您就是要去爱你的那一片国土 爱你的那个国家 好好地去捍卫你那个国家的平安 你在美国也好 你在加拿大也好 你在日本也好 甚至于你在中国大陆 我们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同分在那里 我自己就曾经在中国大陆 将近八年的时间 我在那边工作 那你说 我在那个土地上 我能不爱那个土地吗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觉得说 我们爱的只是 我们这么短浅的 我们自己的地方 然后你看师尊说 他赴日本就结成立一核殿的目的有三个 一个是挽救日本的国运 保留皇室的命脉 抢救日本人人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其实师尊到日本去 他是有原因的 他绝对不是说 今天觉得 我今天当了首任首席使者了 然后反正我出国是教院付钱 我就这里去去那里去去 真的绝对不是 那么到了 事实上当时 我们可能现在有些同分会发现 我们的静坐班里面 像刚刚大家看到我的简历 我是正宗昆山旗 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昆道班 其实就是因为日本 因为日本当时只有师尊去 师母没有去 所以当时呢 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同分想要上静坐班 所以就由师母开办了一期的昆道 全部都只有昆道 没有前道 所以那时候就是昆道 正宗昆道的第一期 然后后来又有了第二期 所以后来正宗 静坐班里面的昆道班 也是办了十期 但是现在基本上我们就合并了 就没有再这样分了 那大家看哦 我刚刚有讲 师尊的爱心是无远佛界的 他到了日本 他有没有到另外的地方 有嘛 你看他也来了美国 对不对 但是日本跟美国有一个差异的地方是 当时师尊到日本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所谓的很多日本的 日本的同分 日本的人在期待师尊的历领 可是在美国这里就不一样 因为当时呢 已经有很多前置作业的同分 甚至于我们有一位华航的师机 华航那个叫机师啦 他已经借由所谓的天人气功 我们现在叫天人气功 他在美国当地已经引渡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们都在期待 在等着师尊到美国来开班授课 所以呢 当时师尊到美国的时候 我们一去 我们是九月份到的 然后到了十月份呢 我们马上就有所谓的美国第一期的 宏教干部的训练班 这个是当时上完课之后 的人员 那可是你看哦 76年上课这么多人 到了 这就是当时那一个上课的学员 还有包括我们有几位 从台湾过去的同分 那到了 你看到了民国83年 师尊正道之前 我们整个教院重新买地 重新自己盖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美国洛杉矶 我们的教院的外观 然后当时你看 已经有这么多的学员了 那我女儿侥幸 她也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参加训练班 一样 师尊到美国 她一样会想 我到美国 我不能空手而来 她也希望能够在美国 把上帝的真道 能够传扬出去 那她也会思考 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 你看她一样有所谓的 祈祷的主题 对不对 她一样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 美苏的长城 弹道能够撤除 虽然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师尊一直在努力当中 然后再来就是 师尊到了美国之后 她也一样在思考 我们当时在日本 因为刚好有 日本富士山会爆发这样的事件 让我们能够在日本办一场祈祷大会 那美国呢 总不可能没方 都没有在 在多大厨嘛 对吧 好 结果呢 当师尊在苦思 到底要怎么办的时候 有一天忽然 真的就发生了地震 然后呢 这一场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 跟其中另外有四位困到铜分 我们刚好陪着师母 住在美国当地一个铜分的家里 为什么会住在铜分家里 因为以之前 我们后来看到的教院 是不是很漂亮 很大 可是我们刚过去那时候 教院是跟人家住的 地方很小 然后呢 没有地方住那么多人 所以呢 前道全部陪着师尊呢 就住在教院里面 可是我们昆道呢 就陪着师母 去借住在一个铜分的家里 结果地震的那一天 我们四个昆道都还在房间 可是呢 师母已经很早就起来 他就坐在窗户旁边 其实你知道吗 美国很多房子 大家可能都有印象 那个房子都是什么 窗户大片大片的 师母就刚好坐在那个 玻璃窗的旁边 结果地震一摇的时候 我们借住在他家的那个铜分 他叫民果 他呢 一个剑步就冲过去 把师母整个人就这样子 抱住挡住了 然后我们四个昆道 才匆匆忙忙从房间里面跑出来 结果呢 后来就前道来接我们回教院了 对不对 回教院的时候 你知道前道同分怎么跟我们形容吗 他说师尊地震那个瞬间 师尊正好在吃早餐 师尊的早餐吃得很简单 大概就是稀饭啊 然后一些小菜 对不对 然后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说师尊坐着 拿着碗筷 对不对 地震的 对不对 整个桌子 其实那个地震算蛮大的 整个桌子就这样子 弹起来 又下去 可是他说师尊呢 就一手拿碗 一手拿筷子 上来 下去 闻风不动 为什么 因为 这一场地震是无形引发的 而且事先已经什么 做过 禀报 因为要有一个动机 才能够让师尊可以名正言顺地 再来办一场祈祷大会 所以当时就有了所谓的美国加州的一场祈祷大会 那就刚好在他们的所谓的中华会馆 那当时也是一样台湾很多同分去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同分的手 这里是白色的 它是我们的光酬书机 之前呢 它是属于我们道物中心 道物的最重要的一位同分 他以前到处做生意 可是只要师尊征召 不管北中南东 我们全省各地国外 哪里要办教院 哪里要成立什么 要盯光幕 都是他去 结果这一次呢 他去美国之前 其实他的手上面打了三只钢钉 为什么 因为他在台湾做事情的时候 刚好不小心手断了 然后钢钉就插在他的这个手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白白的有没有 结果呢 因为不是要祈祷大会吗 不是要钉那个很大很大的圣木嘛 对不对 他为了工作方便 他白天做觉得不顺手 他晚上回到我们住的地方的时候 他悄悄的自己哦 没有找医生哦 就直接把那几个钢钉拔掉 师尊一听差一点心脏 黏起 因为怕到 可是相对的这个同分 真的心是我们这位书鸡啦 当然他已经证到了 那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心 所以他以前他太太叫敏内 我们讲里面那个内 他太太常常讲 只要师尊征召他出门 他们家的订单就接不完 我们都笑说 你们一个出门做外面的 一个出门在里面做里面的 所以当时你看师尊一样 他在美国的这一场祈祷大会里面 他一样悲天敏人的苦苦哀求 那当时有很多 也是来自台湾的同分 那下面这两张 我特别要让大家看的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是师尊的一个赶那孙 就是那个 李行导演 微光书鸡 他最近李导演 最近刚正道 对不对 这是他的李导演的孙子 那你看哦 这是我们在 一开始旧的那个教院的一个游泳池旁边 然后这是有一年的 刚好我们上次去 有遇到那个中秋节 我是想要让大家很清楚的去知道 师尊他悲天敏人 他一生为了宏教旧节 不予以利 可是师尊他是人 他是一个非常慈悲慈祥的人 所以各位 我们现在在静坐的时候 是不是一开始 他们就教你们 要怎么样 反腿 对不对 要反腿之后呢 是不是要观念师尊 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观念师尊吗 因为师尊长得帅吗 因为师尊要让你们精神专注吗 这都是啦 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师尊有一个宏愿 当我们在观念 无时无刻哦 不是光是静坐的时候哦 甚至于当你们在祈祷的时候 只要你们观念师尊 他老人家的法相 他的 他的灵 灵力 就会贯通我们的身心 跟我们合而为一 甚至于让我们回天的路 能够很顺畅地去找到这样的一份灵力的波动 然后回到师尊师母 回到上帝的身边 所以你们在观念 就是我们打坐板腿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要观念师尊的法相 然后平时也都可以 好 好 那再来 师尊他除了在海外 在日本 在美国 做这么大的一个祈祷法会之外呢 其实在我们台湾 各位我们到现在 我们到教院 可能各地教院都一样 外面都还会有一个红布条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目前都还在保台复国 祈祷法会的期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保台复国的法会呢 其实是经历的三大阶段 就是第一期阶段是因为什么 我们经过总统过世了 当时台湾是不是被赶出联合国 我们其实当时台湾的确是有危机的 所以呢 师尊开始了所谓的百日的保台复国 可是后来发现 到了本来是想说一百天过后 应该可以平息了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 整个台湾的乱象 其实是越来越多 所以呢 后来我们的保台复国 的这个法会呢 就不断的延长时间 到最后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第三期保台复国 甚至于它已经是一个我们必须长期奋斗 长期抗战的一个工作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觉得保台复国 其实跟所谓的政治是一点都没有关系 诚如我刚刚讲的 你今天人在美国 你今天人在加拿大 你就是要去爱你的国家 不是吗 我们今天身在台湾 我们当然要好好的来爱我们台湾的这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真心的期待有一天 我们整个台海两地能够和平共处 能够让我们整个上帝的教化 让天地教的教化 也能够到对岸去 当然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 因为宗教要到对岸 可能还真的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当我们当时我们在 像我自己在大陆工作的时候 因为不能念黄告 可是有行词念字扁 所以可以念保告 可以打坐 可以念经典 所以这部分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在中国大陆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同分 都在默默地在耕耘 在付出 那当然这也都是因为师尊他老人家 所带领给我们的一个思维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要居安思维 不要看现在表面的平静 表面的平安 我们必须要为整个全人类的福祉 要付出 那整个宏教据典 其实在师尊的任内 真的开发了很多很多的 我们的所谓的宏教据典 包括出院 包括堂 非常的多 那师尊注视人间的时候 当然每到一个地方的开光 我们现在这里就是列出几个地方 让大家看看 每一个地方的开光 其实都是师尊 或者师母会清零 那当然除了所谓的教院之外 我们其实有所谓的三大道场 像这个就是我们雷利俄 还有后来雷利俄的那个学院 研究学院破土的时候 还有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天安太和道场 天安太和道场在三亿 都是由师尊亲自来主持破土开光 但是师尊一直有一个想法 我们不是我们办这么多的教院堂 我们办那么多的所谓的进座班 我们不是要去跟各大宗教去争信徒 事实上师尊希望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你来自于你原来的宗教 你千万不要忘本 你千万不要忘本 但是当你深入我们整个天地教的教育体系 你们深入天地教的一个系统之后 你们可以慢慢来体会 我们天地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来钻研来深入 那我们在进座班来讲 师尊以前住世人间他常常讲 他进座班只要办十期 所以到第十期的时候 刚好是我们昆山跟着第十期一起上课 学员那几期学员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到了师尊 他后来身体越来越不行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挤破头 所以我们有一期进座班达到七百多个人 因为大家都希望说能够让 能够亲至师尊 那像这一个这张照片 这一个就是所谓的第一期的 正宗进座班 事实上那时候还没有天地教 还没有从来人间 但是师尊已经开班授课了 那像这个还有包括日本 包括日本啊 像这位都是日本的同分 那这位是贤德书姬 他在帮忙做翻译 那这一期呢应该就是很多 我们的现在中部的很多同分 都是在那个阶段陆陆续续参加进座班的 所以在整个进座班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整个天地教 现在学员同分人数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师尊注视人间的时候 还有办过所谓的师之高教班 那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师尊他会跟每一个师之高教班的学员 会分批一起吃饭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师尊吃得很丰富吗 没有 师尊师母 其实他们在吃饭上面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师尊他一直以来 他在弘扬我们整个天地教 精神面的时候 其实他办过很多场的公开的演讲 像这一场是在高雄 那这个是在台中 这个应该也是在台中 那这一场就是在美国 他对他在不予一利 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 他会用尽他的生命力 来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的前途不可乐观 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修持 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来突破 我们自己生命的过程 所以这里让大家看的就是 像我们现在不是念黄告吗 有一次师尊在第三期 师之高教班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脚踝拿出来给大家看 你们看看 我都长检了 师尊送黄告 他都送到长检了 他很多事情他都是身体力行 尤其到现在 其实我们很多的服役组织 我们很多的单位 像大家知道我们正中静坐班 我们是所谓的天人训练团 那我们还有所谓的天然研究总院 天然研究学院 天然气功院 其实每一个单位都在师尊的 一开始的所谓的教职讲习 训练的过程当中 培养出很多很多的 人同分来承袭着师尊 这样的一个精神 让我们能够来延续 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讲 所谓的归师归宗 像各位刚刚开始进入地窖的时候 道光殿是归师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参加了正宗静坐班 就是归道 那么有一天呢 如果你们还能参加所谓的闭关 那你们就是会归上帝 师尊一直是所谓的为人师表 他永远用他自己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做什么 师尊一直跟我们讲 他做得到的 我们就一定做得到 重点是 我们有没有像师尊这么努力 师尊打坐七十几年 从不间断 那我们今天我们刚入门 我们刚开始在学习 我们也要鼓励自己 能够好好的下去 承袭这样的一个精神 好好的努力 但是不管师尊多么慈悲 关怀我们 终有一天 他还是要什么 归正回天 所以呢 在那一年呢 师尊他终究还是离开我们了 可是师尊离开我们 他现在我们就在跟师母呢 和和黄庭 我们可以到 我们如果有机会到 雷利厄的时候 就会在黄庭那边看到 这样的一个支柱 擎天一柱 真的是师尊的精神 永远立在那个地方 跟我们长相左右 值得我们不断不断的去 思考 到底这14年里面 师尊所带领给我们的是什么 而我们 接下来 我们自己 面对我们现在 我们刚刚初学静坐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也能够心领神会 从静坐中慢慢去体会 其实静坐他不急 你也不要一开始就想说 我要坐很久 我要坐的 什么笔直 或怎么样 没有关系 你们在一开始的阶段就是 要让自己很轻松 很自在 为什么我们叫 自然无为心法 其实以前师尊在的时候 师尊最喜欢跟我们强调的就是 自然这两个字 大家进来了 入门了 就安安心心的放松 好好的来体会 静坐所带给你的好处 可以让你改变气质 可以让你越来越健康 那当然 这个都要付出努力的 所以哪怕你们每天 只有10分钟 20分钟 都要做 重点是要 直之以恒 持续不断 好 那今天说实话 我一开始就讲了 14年师尊 为我们天地教所付出的 绝对不是我们短短 这样子几十分钟 可以说得清 道得明的 好 那我先讲到这里 那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好 都可以提出来 好 或者你们有觉得想要知道的 因为就像我刚刚也有提到 师尊其实像个 他也有赤子之心 好 那他常常 就像刚刚你们看到 他在跟那个小小孙子 在互动 其实他们跟我们也一样 因为当时呢 我 进座班结业的时候 那 那我 我 其实师尊 对我还没有什么印象 可是呢 我74年那时候 我生了第一个孩子 那刚生没多久 那我就成了一个那个表纹嘛 不能讲表纹啦 就一个报告 就请师尊为我的孩子试名 帮我孩子试名 结果 报告送出去 名字也试下来了 那师尊呢 就叫当时的基要秘书 就是我们现在的教室委员会的主委 我们现在的和光杰和树基 他就跟他交代说 等我孩子满月的时候 记得 要我一定要到天极新宫 把我的孩子带过去 让他加加光 结果那时候 我有几个好朋友 很巧 我们前后 小孩子都刚好 前后那几个月生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浩浩荡荡荡 四对 就妈妈抱着孩子 大概都一两个月大 我的是刚好那天满月 我们就带到天极新宫 然后师尊还一一的帮小孩子加光 而且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师尊是把我们送到他的房门口 所以师尊其实是一位很慈祥 很可爱的老人家 他有他分世技术的一面 就是面对宏教旧节 他是没有不打马虎眼的就对了 可是在面对生活的这些细腻上来讲 他真的是一位非常非常识祥的老者 所以大家平常在家里 就算没有时间到教院来的时候 也可以在家里默默的祈祷 跟师尊跟师母亲和应心 那不知道包括我们全省各地教院的同分 有没有人有想知道的 都可以提出来 我能知道的我就多说 因为其实这些年 大家因为跟师尊 比较少有机会接触了 因为毕竟师尊正道了 那我们是比较幸运 我们真的是因为有早年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才能够有机缘 跟在师尊师母的身边 那像那时候我陪师母 陪着师尊师母他们到美国那时候 因为我的孩子那时候老大才一岁多 那师尊他在考验人 其实也有他的一个方向 他常常 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九月份 刚到美国 那我孩子还很小 他也知道 他每隔大概几天 就会把我叫到 就会找人叫我到他办公桌前面去 然后他就会跟我讲 明翰明翰 你小孩子那么小对不对 我说是啊 他说那你要不要赶快回家 我在美国 他说那你要不要赶快回去 我说 我第一次我心里就有点愣住了 我想说 师尊我们不是讲好 一来就是两三个月吗 那你现在怎么会一直问我要不要回去呢 我就跟师尊说 报告师尊 没有关系 我都安顿好了 不用 结果隔了几天 他又找我去问一次 明翰明翰 你小孩子那么小 你要不要先回家 我说不用啊 因为既然来了 又在办晋坐班 又要办那个祈祷大会 我就会跟大家一起 时间到了再回台湾 好了 后来我们到了11月 我们回到台湾之后 我才发现一件事 因为当时省长院的同分 打电话到我家 就跟我先生哦 他跟我先生说 请你带着你老婆来掌院一趟 师尊要见你 师尊讲的见是要见我先生哦 他就跟那个同分讲 叫我先生要带着我到省长院来 结果来了之后 我们就在三楼 跟师尊磕头 我们以前喜欢见到师尊 我们是会磕头的 然后磕完头之后 师尊就嘘寒问暖 然后先跟我先生讲话 讲着讲着 话题一转 就转到我身上了 他就跟我先生说 因为在美国那几个月的相处下来 师母觉得 我稍微听得懂他说的话 因为师母是长州上海那边的人 讲话口音很重 我从来没有跟外省级的人接触过 可是我不懂 我为什么可以听 稍微听得懂师母讲的话 所以师尊就跟我先生说 他说 师母说 刚好敏函可以稍微听懂他说的话 那 他也觉得他个性还可以 那师母身边少一个秘书 你同不同意 他问我先生 不是问我 他问我先生 你同不同意 他来陪师母 各位 这就是一个关键 师尊想要让我陪伴师母 可是他不是问我要不要 问我肯不肯 他是先征求我先生的同意 让我先生能够知道说 我如果一旦陪了师母 我要跟师母 北中南东到处乱 到处乱跑 其实也不能讲乱跑 我这个行动词是有一点 因为当时师尊师母 注视人间的时候 我们是每隔两三个月 师尊师母两位老人家 就会带着随行的同分 然后到个体教院去跑一趟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的勤奋有多深 那当然不管怎么样 那都是过去的历史 我们现在要创造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 所以希望各位同分能够珍惜 在这边上课的时光 我们大家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